比賽進入最後直路了 大家都沒有雙鞋 總要越來越努力 最辛苦 飯都未吃 我兩天差不多 算起來都睡不到三個小時 他們連拿咪的力量都沒有 總結一下 總之他們就很累了 還有少許時間 加油加油 賣光 好 謝謝 謝謝 今天就是市集最後的一天 雖然聽起來兩天好像很快過 但我陪了他們四組參賽者一會 我都完全感覺到他們付出了多少勞力和心力 四組參賽者給自己一點掌聲 辛苦了 辛苦了 很厲害 每個人都很厲害 但這個始終是個比賽 現在就來到頒獎的環節 這次可以得到我們營銷最強大獎的隊伍是 瓶仔 恭喜 我們今天都很開心可以邀請到我們 X-Wallet by Zero Finance的副總裁Eric 過來頒獎 今次的得獎者 就是可以得到 X-Wallet贊助的一萬元現金獎 恭喜瓶仔 不如都趁這個機會 跟各位年輕人打打氣 給他們一些提示 好嗎 今次我們透過兩天的市集活動 我們都看到這群年輕人的創業激情 和他們的創意 他們都懂得利用平台的資源 和我們產品的解決 幫他們吸引客人回來 還有利用我們的優惠 可以鼓勵多些客人做多些交易 將來我們都會做類似很多不同的 campaign 希望可以幫到香港的 local brand 一起成長 加油 玩了兩天市集 你們對創業的看法有否不同了 普通我們其實都是想著 可能說小本經營 參加一下market 但發覺只要走多一步 或者可能有時候大膽一點 多進入貨 或者是多一些不同的設計 原來是OK的 其實興趣都可以當飯吃 只要你肯堅持的話 其實在香港創業 很多時候都有資金問題 尤其可能面對一些 好像突如其來的大單 或者是其他平時入貨 存貨問題 其實就會有資金短缺的問題 我覺得經過這次市集 我發覺真是找合夥伴 和幫忙解決到問題 最重要一定是 感謝X-Wallet 和X-Pay的支持 還有的back up 我們才可以 這麼多客戶 進來支持我們瓶仔 和這麼多的小店 你們呢 其實覺得好不好玩呢 好好玩 超級好玩 我會繼續做下去 是嗎 我會繼續做下去 在這裡走一個圈之後 我發現我算是姐姐級 我平時的生活 是沒有接觸到年紀 比我小那麼多的人 我接觸就是看新聞 或者網上 人們就會說 他們什麼都不做 就是躺平類的 但我今天來到這裡之後 再認識四組參考者 發現完全不是 其實也有很大部分人 年輕人在這裡 爭取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我今天之後 覺得他們很聰明 有點感動 有見及此 我現在差不多要下班了 我要爭取 接下來的時間 去逛一逛街 支持他們 好了 我們不要說了 不要妨礙我下班 好嗎 我來說 我們有多久 在桜撞 窦